的公司,IKEA,只不过这时候的一家并不是卖家具的,而是做一些日用品啊,办公用品啊,钱包手表之类的行业,并且自己有着快递业务,是不是挺像现在马爸爸做的淘宝呢? 让一家转型的事情是二战,1945年二战结束后,欧洲开始了全面重建的工作,重建就免不了盖房子和装修,1953年的时候,英格瓦放弃了所有其他业务,专门开始做家具行业, 既然公司走向正轨,接连的英格瓦就开始琢磨自己特色的商业模式了,他开始把公司定位成一个结合制造商与销售商比一体的家具公司,逐渐从同行中脱颖而出,并且宜家主打展厅类销售,让顾客能够亲自在卖场中体验到家具的舒适程度,看到自己家用这种装潢是否合适,当时宜家把样板间搬到卖场的做法在欧洲独树一帜,这也成就了宜家独特的竞争能力。 之后宜家建立过品牌纠纷,于是就坚持原创设计,英格瓦也把自己的公司定位成要做欧洲包豪私下具的典范型公司。 从那个时候开始,宜家逐渐向原创转变,但是产品多了,麻烦也来了,英格瓦不擅长起名字,他没那么好的文采,于是他盯上了数价上的地图册,翻开欧洲地图,各种地名呈现眼前。 于是,产品的名字就开始以设计者自身的名字和地名名,没想到,宜家这个做法竟然在欧洲大活了起来,看着自己主打的轻奢紧洁风格逐渐席卷欧洲,英格瓦也意识到未来客户的数量可能会出现聚增。 于是,他马上开始行动,让设计师做贬低化设计,一家从卖成品家具转变成一个卖组装家具的大卖场,整个体系逐渐完善。 不过,虽然自己的财富不断累积,这位在媒体面前装兵的戏精首富还是担心自己爷爷的故事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所以,英格瓦从来不信任金融机构,从不把钱存在银行中,即便自己已经从当初卖火车的小男孩,转变成拥有一家甚至351亿欧元,全球340家门店的欧洲第一副,自己出行的时候也从来只做经济舱。 面对这么节约的时候,说11多时的小伙伴们,你们做的事,